超跑男神 是我們不老男神林志穎 開著最愛超跑不老男神林志穎登場 穿卡棋皮牛仔褲帥氣下車 30號出席活動 當代言人的他還身兼多職 首度自導自演廣告 形象片 追求速度 我有不滅的熱情 穿上賽車衣 親自秀一段 林志穎一員導演夢 不只亮相愛車 還找來弟弟林志欣和老婆Kelly同框 短短120秒的廣告 花兩天拍攝 拋了四個不同場景 談言最難的是這個 要把老婆拍得很美 這才是最難的 我們兩個都是左臉你知道嗎 左臉比較帥 她左臉比較美 我都是要讓她先選 我才先選 那最終我還是妥協 我只能右臉 17歲就出道林志穎 影視歌三期才華央溢 不只是賽車達人 經營副業也有聲有色 近期的手遊代言 重新演繹天龍八部里的段譽 我命有我 不由天 又能夠再一次 廠商願意再請我演段譽 而不是演段證存 我就覺得蠻開心的 十個二十年再度還原 金庸筆下經典烏俠角色段譽 林志穎說出道三十週年 最好的禮物 容貌動領了她 出道兩年就進義工隊服兵役 表演竟被虛報 讓她很難過 噓 因為台下全部是 對不對 這個男生 是 那我也能理解 因為就是大家想看女生表演 沒關係 我覺得也不會因此而打敗 我反而說 我今天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應該是要想辦法去帶你才對 改編表演方式 林志穎下台和軍人擊掌 把全場氣氛帶起來 難得的經驗也讓她成長 林志穎目前還沒有演戲規劃 等有好的劇本才會和大家見面 TVBS新聞龍山江起雲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